小宝 你我虽有师徒之名 但是我从来没有教过什么功夫给你 师父 你的武功那么高 有你在我身边就够了 但是我不可能一生一世地陪着你 就像上次见您公主要对付你 你就差点没命 武功这种玩意儿真是 小宝 那你倒不用怕 我不会让你吃苦的 以你的个性 资质 都不是学武的材料 就算我肯教你 你也未必学得成 是 是 我学不会的 尤其是练几十年的那种 我们铁剑门门下有一路武功 叫神行百变 是我恩世穆桑道人所创 乃天下轻功之手 轻功啊 我只教你几招逃跑的方法 就算遇到危难也不用怕 哦 脚底抹油的功夫啊 好啊 就算以后打架 打输了也也跑 跑得快一点嘛 神行百变 世上无双 当年威震无灵 你现在用来脚底抹油 恩世泉下有之 也不会认你这个没出息的徒孙 你天性不爱习武 也不能勉强 不过 你除了油枪滑调之外 也算是个好徒儿 可惜我说了 把碎羊皮给男师傅 不能再给女师傅了 不过 反正你们都是反清复明 给谁也无所谓了 小宝 你注意看 小宝 你试试 你给我三天十架 跑不通 跑啦 跑啦 师傅 我的神行百变 够到家了吧 不对 网说我会神行百变 准会有损铁剑门的声誉 不如我这招叫 小宝抹油吧 看来你真是一个 天生逃之夭夭的小滑头 师傅 那么就一起逃之 叫他师姐从此不问世事吧 大清江山稳固 我不得不承认 康熙的确是个好皇帝 我们朱家气数已尽 明事也难以恢复 那我们就找个地方隐居啊 恐怕阿柯这一辈子 也不会原谅我 他的爹娘都死了 现在唯一的亲人 就是你和我了 师傅 小宝 你是不是真心地喜欢阿柯 当然了 我们拜过堂的 那你以后 就好好地照顾他了 是我让他半生坎坷 这一辈子也难以补偿 希望你好好地待他 可以给他幸福 师傅 你把他交托给我 你放心吧 他爹娘已经交托我一次了 以后无论刮风下雨 贫富疾病 我都会好好地照顾他的 直到永远 这样我就放心了 师傅 你去哪儿啊 师傅 师傅 小宝你好自为之啊 你去哪儿啊 干什么又要穿上清兵服啊 见您那个丰富在这儿呢 放心我明天就回京城了 双儿 我师父叫我尽快把地图拼好 我知道你很信心 你有空帮我拼好 我会尽快帮你拼的 不过你小心点 关系重大 你千万别让人家知道 我会小心的 你办事 我一直都很放心的 怎么了 你怕我拼不上啊 我马上就拼呢 不用了 回京城再拼吧 我想让你陪我聊聊 一天之内 男女师父离我而去 我心里不舒服 他们都是世外高人吗 我想如果有机会 他们会回来看你的 可是他们已经心灰意冷了 一个个都像酸梅干似的 愁眉不展 他们的武功都那么高 如果就连他们 也解决不了的问题 你一个人在这 闷闷不乐也没用啊 你想让我高兴啊 除非你让我七个嘴 你这是什么步伐 这么快啊 知道的厉害了吧 值得一起拉 你们两位又在这搞什么给他 摔跤呢 这里没你那事 出去了 很面熟啊 什么熟啊 听你的声音更熟啊 我在哪见过他啊 我都说没你的事了 快出去吧 喂 不是 别走 别走 喂 我觉得他声音好熟啊 小兵进进出出的 老是那两三个 见过他有什么好奇怪的 什么 有什么好说的 不是啊 他不是小兵那么简单 我怎么就想不起来 在哪儿见过他呢 还有啊 怎么最近一个个看你本宫 都不行礼啊 他们都不给你行礼 那就跪贝勒跟你行礼咯 黄帝哥哥 我也是那个王八蛋欺负我 你要替我撞住啊 黄帝哥哥 好啊 他怎么欺负你了 你 你问小贵怎么就知道了吗 好吧 你先回去休息 朕自然会向小贵子问个明白 皇上 吴英雄真的好大胆 小贵子 朕说是你好大胆 奴才不敢 你竟敢串通公主 无告吴英雄 还想欺骗朕 皇上 吴英雄对公主不理 很多人都亲耳听见的 吴英雄年纪不轻 家中一定妻械成群 他又岂会大胆冒犯公主呢 况且公主的脾气 你以为朕不知道 他从第一天开始 就不想嫁到云南 这次 文明是你们俩串通 你们还把吴英雄弄的 成了太监 怒才该死 九小玄子 皇帝师父饶命啊 你是最该死 欺君犯上 无告世子 理应处斩 不过看在你打探到 吴三贵勾结罗煞 蒙古西藏这么重要的消息 就算你将功赎罪 免你死了 原来皇上故意戏弄奴才 朕把奴才给吓死了 起来再说吧 谢皇上 对了 你命押回来的那个蒙古使者 韩铁魔 朕已经查问过了 吴三贵真的想造反 那个老吴贵 又狡猾又阴险 奴才真是冒着死 才查出这个大秘密 这次总算你激励 抓了吴英雄回来做人质 朕亮吴三贵 也不敢轻举妄动 他敢 我给吴英雄换成太监衣服 就在城门口 小贵子 你这次向云南 也算是大有收获 可是你有没有留意 吴三贵书房中的 那块白虎皮 和那个大屏风 哇 皇上身处宫中 居然对吴三贵 云南府中的摆设 知道的一清二楚 皇上你派了很多探子 去昆明啊 这就叫知己知彼 只可惜啊 朕查到的都是小事 大事就要靠你了 还是戳皇上的红服 你别拍马屁了 奴才实话实说 就像这本经书似的 恶非脱皇上的红服 奴才就算有 十九般的武艺 也不可能 从平西王府偷出来 正兰齐四十二章经 果然在吴三贵那里 皇上 你不知道 所有的奸人家里 都有个暗阁的 这部经书 就是从暗阁里找到的 幸好朕这里没有暗阁 朕马上派人 把经书拿到太庙收了 从此 就没有人知道 经书的下落了 好啊 皇上肯帮我毁尸灭计 就更好了 永远也没人知道 经书所藏的碎盐皮 已经被我偷舍转机了 小柜子 你又立了一个大功了 皇上 不知道这次又有什么赏赐 启禀皇上 汤若旺已经准备妥当 好 这次就赏赐你大开眼界 带你去看看新玩意儿 叩见皇上 皇上 小宝 你是不是听见这个外国人 会说我们中国话 觉得很奇怪 奴才本来也觉得很奇怪 不过再想想 圣明天子 拜神呵护 佛煞国图谋不轨 所以上天就派了一个 会说中国话的外国人 来辅助圣朝 以鬼子治鬼子 何愁大事不成啊皇上 说得好 小宝 这位就是汤若旺汤马法 他是西方日耳曼人 也是耶稣会的教士 他为了到中国来传教 所以就学会了中国话 好好好好 汤马法是吧 我们教会 喜欢称天主的朋友 为弟兄姐妹 你可以叫我汤弟兄 你是男人 当然叫弟兄了 但是汤弟兄就好像 不大好听吧 就叫你汤马法好了 好不好 汤马法精通天文 立算科学 对了 大炮准备好了没有 大炮 罗煞兵是人 我们也是人 他们能做大炮 难道我们就不能吗 回皇上 大炮已经准备好了 他的射程呢 那可以达到一里半以外 好 马上试炮 皇上 好大的炮啊 好大的炮啊 皇上 就让奴才给你试第一炮吧 好 点哪儿啊 你用它点那儿就行了 真有意思啊 皇上 小柜子 你看多厉害 厉害 好厉害 这色包煞鬼呢 一定被 罗煞灰 灰灰灭 何止呢 我们日夜赶工 造几百门神武大炮 摆成一排 对准吴三桂 我看他怎么造反 皇上 神奇妙算 再加上神武大炮 真是如龙天脚 你们中国人不是说 如虎天意吗 小柜子 连洋人都会说的成语 你是说错 你看你多没绝世 小某 你回来了 妈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干什么 我帮你拼藏宝图呢 我说啊 我在这儿帮你拼藏宝图啊 你找死啊 这么大声 是你说的 听不见的吗 先坐下 先坐下 我刚才 跟皇上去开大炮 被大炮轰的 耳朵汪汪汪汪的 所以你说话 要大声点 我才能听得见 小宝啊 我拼好地图了 你看看 好棒啊 双耳 要不是你啊 恐怕我要拼 三年零六个月 我也拼不完 主要真是有本事 大功告上亲个嘴吧 等一等 你看啊 这里有个红色的圈里呢 就是藏宝图的所在地啊 是什么 我说 用红色圈子的这里 就是藏宝图所在地啊 你真聪明啊 双耳 不过上面全都是满中文啊 我连汉字都不识 怎么识满中文啊 我就知道你不会 所以用纸把它抄下来 你拿去问人家不就行了 哇 好办法 我们只要拿着这些满中文 去问问满中师爷不就行了 是啊 小宝 你真聪明 我还没说完 你就知道怎么做了 怪不得那么多人喜欢你呢 那么多人喜欢你啊 听不见 那么多人喜欢你啊 是啊 是啊 不过这件事事关重大 别到处说 还有啊 要问不同的人才行 总之 千万不要跟别人说 小声一点 回都统大人 纸上的满文写的是 俄古纳河 京齐里福江 霍尔玛窝吉山 什么 古纳河 什么玛里山 这么难听啊 这都是我们满洲人 在关外的名山大川 不错 果然是满洲人 藏宝的地方 把这些金银珠宝 搬到关外 当然是藏得越远越好了 好 将这些 胡什么江 你妈的山 给我一写成汉字 是 大人 不过我警告你啊 你要是把这些事 告诉别人 那我就杀了你的头 是 大人 卑职就算有天大的胆子 也不敢出去乱讲啊 回都统大人 这几个名是 西里木的河 阿木尔山 阿木尔河 好好的 叫什么 阿妈的河 阿爸的 阿妈妈妈什么什么 小的不敢胡说八道 以满洲话来讲 这几个名字是有意思的 好 想赐你 五十两 多谢 等等 不过你要将这些 妈妈的河 爸爸的海 告诉别人 我不但连本大利 收回你一百五十两 还要把你的头砍下来 小的不砍 小的不砍 大人的利息这么贵 小的就算把头砍下来 也不敢胡说八道 是不是 呼马尔窝籍山 荆棋里浮江 各尔木塔谷 在这儿呢 是吗 这里不就是路顶山吗 路顶山 违爵爷 什么事啊 启禀违爵爷 皇上传诏 宣为大人您马上进宫 进宫 小柜子 你上次陪朕去试炮 觉得如何 皇上的炮 简直是顶挂挂夸拉拉 只要对准了 吴三桂的祖宗祠堂 看他敢骂乱来 可除了吴三桂和 罗煞国之外 最令朕担心的 就是神龙教 这倒是 我听闻说 那个神龙教挺邪的 会妖法 还能迷人的心智呢 可不是吗 而且据你上次回报 那个贾太后 也是神龙教派来的 是啊 你知道就好了 所以如果不将 那个老巫婆抓回来 将他千刀万剐 又岂能报母后被害之仇 太后被囚之辱 哇 你不是想叫我 去把他抓回来吧 他在神龙岛呢 况且又是我的岳母 对付他 天打雷劈的 不过你知道 此事如此机密 除了你之外 朕真不知道可以信谁 皇上 可是老巫婆 不知道被他的肩服 兽头头抱到哪去了 所以朕打算命你带齐兵马 去将神龙教剿灭 再将其党羽气拿 一一拷问 到时不就知道 那个老巫婆的下落了 皇上 调动兵马这种事 我一点也不懂啊 你放心吧 朕已经为你准备了石门 顶呱呱呱呱啦啦的 神武大炮 原来你早就挖好了一个坑 等着我栽进去呢 朕也知道这件事不容易办 不过一来你能干 二来你又是一个大大的福将 就算再怎么棘手的事 只要一到你的手上 就可以马上马到宫城 喂 皇上 你排我马屁也没用啊 你上次派我去神龙岛 弄得我被蛇咬 又吃了爆胎一斤丸 浑身都是毒 你这次又派我去 我真派我老婆 手寡呀 其实报仇血恨是小 国家设计安危是大 关外是大清的发祥地 如果神龙教和罗煞国联手 当时就糟了 这么大的包袱砸下来 也就是不去不行了 贾桂子 再只升你为一等子绝 再封你一个巴图鲁满洲 第一勇士的称号 然后再调五千兵马 祝你铲除神龙岛 托皇上红福 奴才必定全力以赴 做到最好 还是三十六句走为上措了 你对我再好啊 也不如自己的小命要紧 还是挖了宝藏 再取拉科 从此归隐 大不了不挖断你的龙脉了 不走不行 不走不行 小宝 什么事啊 皇上派我去攻打神龙岛啊 是啊 你说要给那个兽与天旗的教主知道 我这次非得兽与重旗不可 可是达子皇帝的命令 你可以违抗吗 就因为不行吗 所以赶快收拾包袱走吧 喂 收拾东西 这是拿贵重的 我们连夜走 喂 学爷 干嘛 阿高阿六求见 干吗回来得这么巧 白龙石 怎么你要远行吗 白龙石 不是要去送婚吧 不是 是小双 大庄要把这些旧东西拿回老家去 拿吧 拿吧 拿走吧 为什么他们这个时候回来 难道他们知道你要去攻打神龙岛 没这么快吧 对了 你不是送兽头头回神龙岛了吗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是啊 我们送到了 不过教主命令我们回来协助你们啊 白龙石 继续监视我吧 教主还说啊 你要想看见方姑娘的话呢 最好在三个月之内 找到那其余的几本经书啊 行了 行了 你们出去吧 没你们吃 白龙石 白龙石 告辞 告辞 他们可能想配合吴三桂造反 所以要加快行事 那攻打神龙岛的事 你千万不能让他们知道啊 这点当然了 喂 爵爷 福建水师提督 石郎将军求见 石郎 什么人啊 名字倒挺熟的 嗯 我想起来了 他好像是郑克爽的 不知道第几人是否 和郑克爽在一起的 也不会是什么好人啊 对 英雄所见权重 不见不见 是 那我回复 索大人和施将军了 喂 索大人 问索大人什么事啊 是索大人陪施将军 一起来的 索大人是我的结拜兄弟 我一定要给他个面子 你叫他们等一等 我马上出去 是的 韦爵爷 非知施朗参见韦爵爷 小小意思不成敬意 这上面刻着 家官禁绝四个字 老师这份礼物 花了不少心血啊 武士献殷勤 非奸即盗 这个白玉碗 的确名贵非凡 吃饭的时候 且不是要打醒十二分精神 不然的话一不小心 烂了 开玩笑 韦爵爷 你是皇上身边的 第一大红人 只会步步高升 加官进爵 又起会打烂啊 不错不错不错 韦爵爷 少年得志 平步青云 乃指日之间的事 不出十年 韦大人必定封侯拜相啊 谢你吉言 施将军 听闻你昔日 是台湾郑成功的部下 是不是 韦爵爷也听闻过啊 老师呢 就是以前郑成功之父 郑之龙麾下的一名猛将 他最擅长的就是打水战 他自从投降了大清以后 曾经大败过郑成功一次 那你是郑家的部下 可以反过来与他们为敌呢 实不相瞒 卑之和郑家有不共戴天之仇 起来 起来吧 有什么不共戴天之仇 这么严重啊 卑之当年愚昧 有眼无珠 跟随郑成功对抗朝廷 曾派一名部下去打听军情 乃至那个人贪生怕死 逆藏几日 回来就胡乱吹嘘 被之知道之后 就决定将他处斩 做得对啊 岂止他当晚就跑了 他还向董夫人哭诉 说我冤枉他 不用说 一定是那个董夫人 叫你放了他 你爷爷的 辅导人家 动个屁呀 看见小白俩着 把他当成宝 伟大人果然料事如审 此事确实如此 被之一怒之下 就亲手把他杀了 杀得好 杀得大快人心 可惜 可惜郑成功他 听信夫人之言 说我犯上不敬 把我扣押起来 抓走我全家 我知道大事不妙 连夜逃了出来 过了没多久 我就收到消息 说他们姓郑的 将我全家杀死 所以老师呢 无时无刻 不想攻陷台湾呢 我和姓郑的 有不共戴天之仇 总有一天 我一定要将姓郑的 全家杀死 可是要攻陷台湾 那谈何容易 石将军 难道你有好的妙计 台湾攻陷海外 一手难攻 要攻陷台湾 只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散布谣言 说陈靖南 有废主自立之心 令政经起义 事关他和刘国轩 是一相一将 能将他二人 一并铲除那最好 你爷爷的 居然想害我师父 其二就是三路水石齐攻 北攻基隆港 中攻台湾府 南攻打钩港 只要有一路成功 台湾人心一乱 自然就可以 赤如破竹 石将军 果然是个 善达水战的人才 可惜啊 自从被皇上招入京 询问平台方略之后 也不知道晓得 是不是在言语上冒犯了皇上 从此就投闲置散 一等就等了三年 这三年来 老师每隔几天 就给各位大臣送礼 希望各位大爷 能在皇上面前 替他美言几句 只可惜 依然未获得皇上召见 而他返回福建的上誉 也尚未发出啊 怪就怪在下 天性鲁莽无礼 就会得罪人 我知道 你这三年来 也圆缓了很多 不过这次呢 你没有找错门口 唯绝爷呢 是皇上身边的 第一大红人 他必定会替你 美言几句的 皇上英明 不会因为一句话 而加罪于你的 皇上让你在经中后旨 必定有其用意 你也不必着急 那也就是 也就是时机一到 皇上就会重用你了 你呢 先回府上 敬后加音吧 得违绝爷指点 令卑之茅厕遁开 违绝爷一番开导 卑之自当铭记于心 如果我们三路进宫 只要一路成功的话 人心一乱 就自然势如破竹了 朕知道师郎 的确是个人才 但是先除三藩 后平台湾 这个秩序一定不能乱 朕就是担心他 急于立功报仇 而误了大事 所以才将他留在京中 不错 师郎一旦回福建 他就会打造战船 招兵买马 到时 只会打草惊蛇 我们来一招 神不知鬼不觉 供他一个出其不意 那我们就有 得胜的把握 用兵虚实之道 正该如此 其实朕 家里困在宫中 就是想闷他个半死 他日放出去以后 他必定 就像出龙的猛虎 拼命地为朕办事 妙计 皇上这招就像 诸葛亮气的那个 老黄中杀死的那个 春夏秋冬大花脸似的 是夏侯渊 叫你多念点书 你又不念 皇上的记性真好啊 不知道皇上 打算什么时候 才气气他呢 你拼命替他说 这么多的好话 我想他一定送了一份 很厚很厚的大礼给你 皇上真是料事如神 不错 我的确收了他一个大玉碗 可是奴才并不喜欢 是吗 为什么 大玉碗虽然真贵 不过奴才现在用的 是一个千年不岁 万年不生锈的金饭碗 对了皇上 奴才突然有个主意 既然没到时候去平台湾 而狮郎又这么喜欢打水战 最好呢就让你带他 一起去辽东 祝你剿灭神龙党 是不是 你干什么 皇上 你不只是九五之尊 而且还是神仙下凡 奴才还没张嘴呢 就知道奴才要说什么 实际上怎么会有这种人 行了行了 你拍马屁最有一手了 不过 你主意也不错 多谢皇上夸奖 不过这件事 绝对不能泄露半句 万一给吴三桂 尚可喜知道 恐怕他们会提前提兵 所以我们要想一个最好的借口 以免他们起疑心 奴才参见皇上 朕派为小宝的常白膳祭天 他一力举荐 说你办事能干 要求带你一同前往 朕是觉得不太适合 不过尽管一事了 诸葛亮在积老皇中了 臣必定尽忠孝灭 奋不顾身 以报皇上天恩 倘若证实了你是可用之才 朕将来也会派你办其他的事情 感谢皇上天恩浩大 不过事关机密 除了韦小宝一人 朝中无人得知 你有一切听从韦小宝的差遣 知道吗 臣定当听从韦爵爷的吩咐 还有 梅毒筒待你不薄 你就送一个金饭碗 给韦小宝吧 感谢韦爵爷提拔之恩 哪儿的话 不过这次要施将军你 做个小小的参领 委不委屈啊 莫说是做参领了 就算是做个亲兵 也是皇上和韦爵爷的恩典 对了 韦爵爷 不知道那个金饭 你喜欢什么款式的 好让卑职吩咐工匠连夜赶制啊 无所谓的 最重要的是皇上的恩典 我们做奴才的 双手捧着金饭碗吃饭 时刻铭记 皇恩浩荡啊 怎么了 有强盗啊 小宝 你回来了 我已经收拾好了 随时都可以走了 是你把东西都收好了 是啊 你叫我把贵重的东西都收起来 我看所有的东西都很贵重 我们现在不用走了 来 过来 皇上已经答应我 派狮郎助我去攻打神龙岛啊 真的啊 是啊 巴不得他和洪教主一起同归于尽 侍郎呢 就打他神龙岛 沉到海底养水草 教主就打他侍郎 见他老祖祖 人家帮你打神龙岛 你还咒人家 谁让他那么狠呢 他想害我师父啊 不过方姑娘可惨了 对了小宝啊 你是不是不再喜欢方姑娘了 想把他和神龙岛一起剿灭啊 放心吧 他不仁 我不会不义的 不管怎么样 我也要想尽办法 把我大老婆救出来 一定以冤报德 是以德报怨啊你呀 行了 我会念书的了 真的首先 先把这件事通知徐大哥 我带天机会的兄弟一起去 至于陆高轩和胖头头 就让他们留在京城吧 换下这件事 不能让他们知道 喂 爵爷 施将军命人给你送来了一份礼物 想不到 真这么快就给我打好了一个金饭碗 不过写的什么字啊 我看 中间呢就写着宫中体国 这里呢 亲赐岭内侍卫 傅大臣兼小旗营 整黄旗都统 刺穿黄马卦 八图卢永浩 一等子绝 为小宝 想不到这个又凶又狠的家伙 办事真是快呀 双儿 既然我们不用走了 你快把东西摆好吧 双儿 怎么了 我看你的官越做越大 皇上越来越信任你 那你以后不是进退两难了 双儿 你别怕 你相公我机能过人 神通广大 耳听八方的 样样皆能 正是进可攻 推也可守 就算他到了天涯海角 我也会一帆风顺哪 是不是 为爵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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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为爵爷 马到功成 一帆风吹啊 好 好 好 步步高山 非常好 一帆风吹 麻烦你跟着我呢 一帆风吹 多多关照 为爵爷 这么客气啊 真是的 小小义 步步高山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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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帆风吹 一帆风吹 马到成功 一帆风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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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步高山啊 你爷爷的 要不是皇上让我机密行事 不得多称事端 都得把你的胡子剃光了 走 万岁 万岁 万万岁 我们这次的目的 是要剿灭神龙岛 皇上的口约 轮事成的话 众筑有赏 我们人枪马壮 又有石门神武大炮 去寻一个小岛 我们毕生无疑 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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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就是神龙岛 施将军果然厉害 我离开大孤之后 才宣照皇上的秘址 你居然早就准备好 攻打神龙岛的海徒啊 卑职一向喜欢 海上的生涯 又听大人说过 说要从大湖出发 经海道往辽东 所以特别准备好 这一带的海徒 以卑职的浅见 我们一兵分三路 从东 南 河北三路进攻 剩下西面不攻 待大炮一开 岛上的匪贼 就只有往西头 只要我们一早埋伏好 等他们一出来的话 就可以将他们一网打尽 妙计 由施将军这次助阵 我们一定可以 齐开得胜 传道攻城 不过 岛上有那么几百个姑娘 其中就几个 是从皇宫里偷跑出来的 皇上的口谕 是叫我们活抓 那几个宫女回皇宫 所以杀不得 如果施将军 你看见他们 可千万别杀 若然不是 是 幸好得大人提点 否则卑职这次 一定闯祸了 总之这次 凡是女的就活捉回来 给大人你发落 那几个姑娘 我都认得 应该没问题 为决言 卑职尚有一事 要跟大人商量 什么事 卑职久仰 为大人威名 得知大人当年 首任满洲第一勇士 将他的称号抢败 将他的称号抢过来了 因此赐封巴图鲁这个勇号 扬明天下 师将军 你到底想说什么 被执事怕打起仗来 大人您过于奋勇 万一被炮火所伤 皇上必定怪罪 在神龙岛附近 有个小岛 最好就请大人 到岛上督战 发号施令 你说知道我怕死 想找个地方 给我躲躲吧 那直说嘛 没关系 要比兜个大圈子 不过也就算了 对老子挺关心的 是啊是啊 做传打仗 我向来都很喜欢的 我还想这次 带头冲锋呢 不过 既然施将军你这么说 那就照你的意思去办吧 多谢大人体谅 卑职感激不尽 你爷爷的 我黑为我为小宝 拍马屁的功夫 天下第一 那照今天 遇上对手了 你好样的 对了 大人 这个小岛 暂时还没有名 请大人赐名 让我起名了 这可要我的命 我坐庄赌钱 向来都喜欢 大小通吃的 就叫通吃岛吧 好名 好名 韦大人坐镇通吃岛 大吉大利 我们这次出师 男的杀他个金光 女的就抓回来 给大人您来一个 大小通吃 唯军爷爷 嗯 我们现在带兵打仗 并不是推牌酒 制骰子 一看见敌人呢 要稀里哗啦才行 打得越卖力 几就越多 哪去 赏赐 唯军爷 你没事吧 什么呀 本军爷只不过 打个喷嚏 我赠你们七个字吧 小心使得万年传 唯军爷 那边有具符尸 这不吉利 出师不利 唯军爷 我看是大吉大利 我们尚未翻炮 敌方已经先死一人 是个好御赵啊 是吗 唯军爷 我们发现那边有两具符尸 手脚都被绳子绑着 看来是被人推下海的 大人 风是从神龙岛那边吹过来 看来那几具尸体 是从岛那边顺风扶过来的 难道神龙岛又内祸 是就好了 伟大人 你一起装呢 就像红烧豆腐似的 摇也不用摇 就来个铜吃了 那个是什么 给我拉上来看看 是 矮冬瓜 他那么好的武功 是谁上了他 这是哪儿 这是哪儿 看你长得怪不怪样 你到底什么人 你 此文甚为可疑 也许知道我的很多秘密 拉入船舱 我亲自审问他 双儿 你给我出去守住 任何人也不能进来 少佐佐 你的武功这么好 怎么被人扔下海了 我武功又不是天下第一 被人扔下海 有什么好奇怪的 你这什么态度啊 我三番四次地救你 连声谢谢也没有 我也不是看在你是我越 越什么 我是说你越老越糊涂 恩将仇报 白鲁使 你是好人的话 就放着我回去救东都吧 神龙岛出了什么事啊 臣现在神龙岛打得大乱特乱 你放着我 让我回去救人吧 你先说清楚 神龙岛发生什么事 什么人上去捣乱 五龙门哪 他们自己人打自己人 打了十几天了 谁要被对方抓住啊 就会杀了他 然后再把他扔下海 我就是因为打不够教主 就弄成这样了 怎么我每次来 你们都会闹内讧的 这次不关我们的事啊 这次因为 青龙岛许血厅被人杀了 在他的房里 就发现了一把有血的刀 后来证实这把刀呢 是赤龙石 不跟道人弟子和尚的 那洪教主怎么说呢 教主他很生气啊 不过和尚呢 他说什么也不肯承认杀人啊 后来青龙石的门下呢 为他们的掌门报仇 就杀了和尚了 所以他们两门就打起来了 那也是青龙门和赤龙门的事啊 关其他的三门什么事啊 我也不大清楚啊 可是后来呢 黑龙门就帮青龙门 黄龙门就帮赤龙门 总之大将打起来了 那我的白龙门呢 白龙门就更乱呢 现在分为两派 连长那派呢 就帮青龙门 少壮那派呢 就帮赤龙门 总之打起天烦地覆啊 那教主没阻止吗 现在一个个都打得两眼冒火 教主也没办法控制啊 我早就说了 龙蛇混杂 这必有 正吵的 而且还有五条龙 你说乱不乱 到了通知到了 是吗 嗯 牛蛇一片天 无限快已到目前 微笑寒寒今朝 天也送人愿 年轻的野心 尝试战声自然 随意试试身手 接受挑战 但约上妙顶风 心境已前面 从前无收事 继续 后